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在利用探針測量量電極間 這個兩個電極間等位限於電廠吞布時 所需的所有材料如圖石 就這個圖 一個電源,一個測試盤 一個減油劑 兩個探針 好,那我們看看第一小題 在測量等電位限時 第一小題 在測量等電位限時 需將上列各器材 以導線連接 畫出一個連接器材的方式 並標示出探針位置的適應 好,那現在的話 我們要將這個測試盤 建立一個電廠 建立一個電廠的話 你要給它加電源 這個電源的話 就是要給它加上去 這個電源 把它加上去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這裡的話 就會是正極的 這是負極 這個電廠的話 是從正極到負極 所以這電力線的話 電力線的話 大概是這個樣子 電力線就這樣過來 等位線的話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謂等位線的話 就是說 這個是電位一樣的 電位一樣的那些點 把它連接起來 就是等位線 如果兩點是等電位的話 它之間就不會有電流 所以我就把那個探針 比如說放在這裡 P1 然後移動P2 移動P2的話 我們就看那個減流劑 這個就是探針1 跟那個探針2 之間的話 我就放一個減流劑 然後移動探針2 移動探針2 如果發現 發現這個G 等於0 就是說 上面沒有電流 那代表這兩點是等電位 好 那我把這些等電位的點 把它連接起來 就形成一個等位面 好 所以它的這個 安排 大概就這個樣子 設備的安排 好 再來我們看看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說 在線路接完成後 進行測量等電位線的實驗 其步驟如下所示 是完成步驟A控格內的內 步驟A它是說 將探針P 置於測試盤中固定位置 把探針P 放在固定的位置 記錄起位置 把這位置記下來 好 然後呢 移動P2 剛剛我講 移動P2的話 讓這個呢 電流等於0 把那些點 把它給連接起來 那這個就是等位線 好 再來我們看 好 就這樣子 再來我們看 這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是說 如果契彩連結 如圖11 契彩連結的話 如圖11 契彩連結的話 這圖11 是這個樣子 這裡它說是正電極 那如果是正電極的話 這兩個就要對調 這個是接到正極 這個接到負極 這個是負電極 然後現在的話 有一些點 這裡有一個夾點 這裡有一個疑點 疑點 大概是在中間 疑點 這裡有個扁點 然後這裡的話 有個定點 好 然後他們說 是在答案件做圖區 這個做圖區 先複製出正負極 正負極 與夾移 夾移秉丁的位置 然後分別畫出通有夾移秉丁 四點的等位線 這等位線的話 就是說 如果是點電核的話 它等位線的話 應該什麼 應該就是正圓 現在的話 這裡它還有一個負電在這裡 所以等位線的話 大概是什麼呢 大概是這種的 就是說 我們知道 這個等位線 中間的話是一條直線 然後這裡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裡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這裡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等位線 電力線的話 就是從正極到負極 這樣子 那電力線的話 會跟那個 會跟等位線 互相存持 這是一個圖 這個是等位線的圖 如果是什麼呢 如果是 磁力線的圖 電力線的圖 電力線的圖 那電力線的圖的話 這裡的話 它比它遠 它比它近 這是正極到負極 所以它排斥力比較強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電力線 電力線 是這個樣子 它在這裡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出去 再過來 這樣子 出去過來 這樣子 所以這個甲 這個就是出去 這個就是出去 這乙 乙這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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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從甲到乙 是往這邊 然後這柄的話 柄的話 柄的話大概 這是柄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子過來 好 那這釘 釘 釘大概在這裡 釘的話 它現在是 墊位線是這樣過來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個樣子 往這邊 往這邊 這個 這是乙 所以 甲乙丙丁 大概是什麼形狀呢 他說 只要 只要 畫出一小段 我不會畫出甲乙丙丁 四點的等位線 一小段 集那個電力線 等位線跟電力線都畫出一小段 這裡的那個等位線的話 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這樣子 這裡那個電力線的話 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就動 Light 增子 use